尊敬的好评先生 对不起 好评啊 好评 心尸角是正经媒体 不是狗仔鱼记 孰情孰众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如果您让我像那些其他媒体一样 只是按照提刚说一些漂亮的话 那我不如做一个狗仔鱼记 你知道这些说漂亮话的媒体 因此得到了多少的广告客户吗 你以为心尸角是怎么活到今天的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删除你手上所有的资料 想一想怎么给好评道个歉 凭什么是我道歉 就凭你是个连头发都没上路的小记者 你这不是伸张正义 是自不量力 主编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 在北京公司入职的第一天 是您告诉我 挖掘真相是一名记者的天职 那你还记不记得是怎么从北京调到这儿来的 没错 我是被调职了 但我不认为那是我的错 哪怕今天的事情我收到了律师函 但我也觉得值 那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别人呢 老周甚至整个新市角都会收到律师函 你凭什么替别人衡量值或者不值啊 黄英子 真相很重要 但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不是你愿意去打破鸽子就能够改变的 大十岁的黄英子你好呀 30岁的你一定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名的大记者 没有你伸张不了的证明 没有你抓不到的坏人 要所有的坏人都无痛安身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你的朋友们 也陪在你的身边 不不不 不光三十岁 八十岁的时候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我相信你 我跟杨帆婚礼定了 十二月七号 到时候 你们可都得来啊